因为我们的Visa就是生根的这个Visa是今天到期 所以我们出境完之后就不好再入境 你飞机delay的时候就会看到人家故事的一小面 就比如说之前有个女生在我旁边 我们的前面还有一家子 就是父母带着两个孩子 然后那个小男孩还是今天生日 最后上飞机之后又碰到我们 他就说 we made it 我飞机现在延时了 从4点40延到要延到6点 如果我们可以到伦敦的机场 现在这边好冷啊 都好大 还有花景 原来我们到英国的时候都还是要那个入境单的 然后现在它上面写的就是说入境单就是 现在已经开始不用了 然后我们现在出来准备看一下我们行李有没有跟过来 现在是稳敦时间了 凌晨三点 现在是稳敦时间了 凌晨三点 凌晨三点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但是没有醒力 还挺好看的 还挺好看的 刚刚我妈突然在桌上让他们写这个 因为我们入住很晚嘛 本来应该是三四点就该入住了 然后我们凌晨三点踩到 但是我在这边有看到 他写的一个welcome的一个小纸条 写我名字 然后就是说 它代表他们的整个团队欢迎我入住啊 然后会帮我保留这个什么预定啊 什么有的没的 就还挺暖心的 这个酒店服务态度也都很好 我前面在机场的时候 就给他们打电话 我说我的航班不确定今天能不能飞到伦敦 那我的房间会不会保留吗 他说完全没问题 而且我们24小时都可以入住的 什么 然后就是 祝愿我一个飞行顺利什么的 因为我们的行李不是都没有寄过来吗 然后我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在箱子里头 就包括像什么洗脸啊 卸妆啊 全都在箱子里 还有化妆包什么 全都在箱子里 我就只好在到机场之后 去旁边的有点类似超市一样的一个小店去逛了一下 买了一个那种可以卸妆用的湿巾吧 然后就用了那个湿巾 然后用了清水 就是卸完妆洗了脸 但是就总觉得没有很舒服 然后感觉脸又快有点过敏了 然后这几天也 这个这几天 然后明天也不能 也不能化妆 也不能护肤 我妈给了我一个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嗯 但是就感觉用这种湿巾啊 然后还有 嗯 就清水啊 就总感觉皮肤很厉害 还有那种残留一样 看这里 这里好像已经开始过敏了 趁睡觉之前大概讲一下今天发生了些什么 就是本来我们的那个航班去的机场是叫做Gatwick的一个机场 然后去Gatwick的这个航班呢 它从4点半一直往后延 延到6点多 然后连到9点 因为它一直都是说各种各样的原因 然后最后是说飞机到了 但是寄宿人员不在 因为他们好像也是这种换班 好像交接班没有交接清楚之类的 然后最后就把我们这个航班给取消掉了 然后因为我们的Visa 就是生根的这个Visa是今天到期 所以我们出境完之后就不好再入境了 不然第二天的话就是 就是你已经超过你在生根待的时间了 你还待在生根就很不好讲 然后后来我就去跟我们那个航班的负责那个人员再讲 然后后来他带我们去 他本来想说能不能跟 我觉得应该是 他们讲法语我听不懂 然后能不能跟那个海关那边商量一下 但好像说是不行 然后最后又一直想办法帮我们去往后面的航班去 因为我们的那一个航班 一整个航班 其他的人他们就是 要么就得直接就是全额退款 然后自己去订其他的航班 然后要么就是直接转下一个航班 但是他们能转的下一个航班是 我们现在是周五嘛 然后他们能转下一个航班是周天下午四点多的 然后就是时间就拖的更久了 其实就很麻烦 然后他就尽量想帮我们挤到那个 今天晚上 就是更晚的去伦敦的航班 最后我们就是转另外一个机场 叫做Luton 然后但是我们的行李 就是没办法从Gatwick的那个航线上 也不是航线上 也算也没有记就是了 他就没办法从原来那个航班 给我们调到Luton这边来 然后所以我们到了伦敦之后 我们还得再去弄行李的那个 算是叫做申报 还是叫什么 Recline 然后 如果顺利的话 我们应该明天可以去到行李 不顺利的话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到行李 明天会有两个航班飞到Luton 然后去看他能不能带我们带过来 然后今天在 今天在机场的时候 我觉得就大家 你飞机delay的时候就会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人都还 怎么说呢 看到人家故事的一小面 就比如说 之前有个女生在我旁边 然后她是 她是要回伦敦之后 转机到伦敦附近的一个小岛 她朋友在那边办生日party 就是 现在算是10号 就等于我们当时9号 然后就第二天她朋友的party 但是她这样就会错过掉了 之后后来我们碰到了两个香港来的姑娘 后来我们就一直一起走 他们也是 本来是他的一个舍友要离开伦敦 他在伦敦读书嘛之前 然后一个舍友要离开伦敦办了一个Farewell的party 然后他们要准备去伦敦吃火锅 然后他们这个火锅也错过掉了 然后我们的前面还有一家子 就是父母带着两个孩子 然后那个小男孩还是今天生日 一开始就是 还是有在玩啊什么的 但是一听到那个航班又要被延迟又要被延迟 然后他就开始哭 然后好像是说他已经 他说他已经6 years old 就是说他的5岁都已经过完了 今天是他6岁的第一天非常可爱 但是他们就是会比较调皮一点 然后他们父母就觉得 可能觉得不太好吧 印象不太好就是凶他们 我觉得有点小可怜感觉过生日还一直被凶 还有一个老爷爷 就感觉怎么说呢 社交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老爷爷 然后态度非常和蔼可亲 包括像是我们的航班一直在延迟嘛 然后他都是一直处于一个很好的心 他一直在笑 然后跟旁边各种人在聊天 后来我们在在另一个地方吃 就买了点三明治什么的 坐在旁边吃 然后离显示屏有点远 然后我跑到显示屏那边的时候 发现他坐在那边 然后他就很淡定的 就我们航班已经可以开始boarding了 但那个boarding等于是 有点像是一个假的信息吧 就我们上了一个shuttle bus百度车 然后车停在那边停了半天 又把我们所有人叫下来 就跟我们说那个寄住成员不在的事 然后当时我在看 当时我在看那个显示屏的时候 老爷爷就坐在旁边 他就跟我说 就面带微笑很从容的那边跟我讲说 我们的航班已经登机了 但是不用急 我们可以慢慢来 后来我跟我妈 还有那两个香港小姑娘 然后就跑了飞快 然后往下跑 但最后还是取消了嘛 那个航班 其实我觉得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一个飞机眼雾 还是挺能看到 就是各种人生百态的吧 包括像我之前说的 要去给朋友过生日的那个英国姑娘 她也是属于那种心态很好的 因为她本来是要转下一个航班 她下一个航班其实就差一个小时 但是因为伦敦跟法国的时间差了 也差了一个小时有时差 所以她等于有两个小时时间 但是肯定是赶不上的 她就一直说 没关系的 我很OK的 就是感觉像她 像这个女孩子 还有那个老爷爷心态都很好 就是在航班一直在延误的时候 然后最后那个老爷爷 他跟我一起换了 就是我说去Luton的这个航班 就是我们最后来伦敦的这个航班 看到我也在这个航班的时候 他就很高兴跑过来说 他说爷爷又看到之前的航班的 其他的人一起在等新的航班 他很开心 然后最后上飞机之后 又碰到我们 他就说 We made it 就是说我们终于可以要来伦敦了 就是我觉得心态 心态都很好 OK不讲了 我要休息了 已经三点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每个人热机灯都是 是 可以 我先在小女孩 小女孩 好可愛 不夠 不夠 跟住 我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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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se all it goes Something's not meant to be 想学代家 我之前本来想起的是另一家 突然看到这边还有这家 这是我第一次来英国买裤子的家店 你有没有印象 现在是傍晚五点了 然后我们的旅行箱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我们前面就出去买了一下衣服 因为今天伦敦风特别大 我穿裙子就一直被刮起来 我就得一直压着 然后现在就买了条裤子牛仔裤 然后买了一件T恤 然后还有一个小外套 就先过渡一下 然后现在准备出去吃饭了 我们这个酒店还蛮好的 他说他会帮我们就是跟机场那边联系 帮我们等行李 因为酒店24小时服务都在嘛 他怕我比如说不在酒店之类 然后想叫机场把行李寄到酒店里头来 但是因为两个航班 一个航班是早上9点10点到的 然后已经没有消息了 估计就要到晚上 嗯 十一 十点左右了 十点左右 然后不知道今晚能不能收到 然后要下去再问一下 出发了 出发了 挑战两三天补化妆出门了 我们的箱子今天还是到不了 然后他也不能保证明天一定能到 所以不知道 就反正至少要让我们出国前的拿到行李吧 最好明天白天或者是 往下也好吧 就是最好明天能拿到 然后呢 现在我们住宿的旁边就有一家中餐厅 就顶太风了 然后我们来顶太空吃饭 现在上了一个红油超手和熏鱼 小笼包 快点了个青菜 好久没吃青菜了 好 我们现在呢 准备 准备去吃一个冰淇淋 Terry是吃冰淇淋吃上一个 买好了 我点的是香草和柠檬 我妈点的是 我不知道她掉了一个啥 芒果 是吗 然后还有草莓 我们早上起来 又联系机场联系了半天 然后 然后机场那边说 不是机场 EasyJet那边说 我们的行李 没有被找到 我本来以为是放在了巴黎戴高乐的机场 然后他们还没寄出来而已 没想到是连找都没找到 然后我们酒店人员也帮我们问了半天 我们自己也问了半天 后来就决定说再跑一趟路腾 再跑一趟机场 然后去那边吹一下工作人员看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